接下來是一個愛考的重點 叫做原子梭 幾乎每次都會考 大老師問根據我們前面講過的定比定律跟廢比定律提出的原子梭 他說所有東西都是有一些微小不可分的粒子所組成 這個粒子他稱為原子 他說相同的原子有相同的質量相同的大小 不同的原子有不同的質量有不同的大小 他告訴我們說發生化學變化的時候 只是原子的重新排列組合其種類跟事物沒有發生改變 這三句話只有最後一句還是對的 前兩句已經知道是錯的 他說不能分割不對還有內部構造 所以有同樣質量不見得我們有所謂的同種素 有所謂的同位素 同位素的質量是不一樣的 OK 好我們不是不能分割 有個拉塞浦的實驗 高中在教史拉塞浦的實驗有內部構造 所以有一個攻擊就是我們現在要教的所謂的行星模型 就叫行星模型 中間有一個原子核很小很重 外面有一些電子在跑來跑去 好像行星繞太陽一樣 所以我們把它稱為行星模型 如果講真實的學問行星模型是不對的 你不用管 國中生就 行星模型 那重點 有一個外面有電子裡面有原子核 但是 原子核很小 可是質量都在這邊 電子很輕 跑來跑去 終點 原子核裡面有磁子跟中子 然後磁子帶正電 中子不帶電 所以第一件事情 你要把每個東西帶什麼電記好 磁子帶正電 中子不帶電 電子帶負電 原子核裡面有磁子跟中子 它很重 電子只有它一點點而已 所以很輕 質量可以忽略不計 所以原子的質量幾乎就是原子核的質量 就把它記住 好 記住 然後呢 電子質量就不要理它 但是活動就很大 所以原子的大小就當作是電子活動的範圍 就是原子的大小 但是考慮質量的時候 電子幾乎可以不用考慮 電子會帶負電 大家有提了 電子帶負電 把每個東西帶什麼電弄清楚 然後呢 通常都是電中性 正常叫電中性 的意思就是 直指數會等於電子數 所以正電就等於負電 所以合起來叫不帶電 所以合起來叫做電中性 遠遠的看叫做不帶電 跑到裡面看 有一些帶正電 有一些帶負電 可是一樣多 一樣多 OK 好 基本上原子核在裡面 又小又重 所以通常是不動的 不反應的 平常的反應都是發生在電子上面 有人會得電子 有人會失電子 我們教了氧化還原反應 失電子的叫做氧化 得電子的叫做還原 OK 原子的就是不動就對了 跟它沒關係 就是電子跑來跑去 電子發生事情 一般的東西就是電子在做而已 然後呢 如果我們的原子呢 失去了或得到的電子之後 就會變成所謂的離子 然後呢 失去電子的會帶正電 我們稱為正離子 陽離子 得到電子的會帶負電 我們稱為負離子 或者是陰離子 重點 就這個 得電子的會帶負電 失電子的會帶正電 這是重離 這是重離 OK 來 記住 然後呢 基本上原子跟離子的化學性質 是不一樣的 納可以跟水作用 納離子不會 各位 綠色黃綠色有毒 綠離子沒有毒 這樣子 沒有毒 所以離子的性質跟原子的性質 是不一樣的 但是呢 它也跟它的來源沒有關係 只要你是納離子 不管是哪 縫出來的納離子 綠化納的納離子 是這個樣子 OK 新年化納的納離子也是這個樣子 跟它的來源是沒有關係的 來源是沒有關係的 其實都是一樣的 這個道具它跟來源無關 就是跟各位介紹一下 最基本的原子說 記得 有原子核 有電子 記得誰帶正電 誰帶負電 誰不帶電 記得東西 為什麼會帶電 因為得失電子 記得正常情況下 值指數會等於 電子數就可以了 就是你要記得的事情 OK